日本政府官员专机的飞行位置一向是机密情报 但现在竟在一般民众都能使用的APP按网站上曝光了 日本政府专机主要是给皇室或政府官员使用 在安全考量下 飞行航线与位置的情报并不公开给普罗大众 而这个APP主要的功能则是透过不同航班 为避免发生空中相撞之事故所发出的讯号 找出世界各地航班的即时位置 并在网路上公布 专机的详细位置便因此而曝光 也提高了专机遭恐怖攻击的可能性 日本防卫省在得到消息后 已于8月初联络位于瑞典的APP制作公司 要求他们不要泄露这些资讯 而该公司也已取消该功能 防卫省更进一步表示 此事件对国家安全并无造成重大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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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